Haro被爆嫖娼近24小时 RW官博已经沦陷 黄独独战队遭网友爆破 LBL夏季赛在TS完成逆天翻盘后 TS终于捧起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奖杯 就在人们感叹之时 电竞圈又爆出了一个大瓜 网友被爆出来的内容给惊讶到了 著名电竞选手Haro被爆射黄 花5200巨资去嫖娼 让人们大吃一惊 从稀稀的爆料中我们能够知道 Haro嫖娼还是4月份的事 被西西逮住之后 Haro向西西不断道歉 并且发誓再也没有下次 女人总是心软的 西西在当时原谅了哈皇 但是之后的Haro并没有改过 反而要和她分手 在遭受了很大压力后决定爆料出来 Haro居然会嫖娼 这是网友没有想到的 Haro的涉黄事件 却让RW遭了殃 网友在最新微博下纷纷指责 官博一度被沦陷 这次的事件更加恶劣 嫖娼本来就是犯法行为 而且这种事情是受大众唾弃的 RW黄独独现在已经占了两样 这样的战队还自称为侠盗 让人们笑出了声 群情积愤让RW开出Haro和当初YM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栏